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典型如欧洲和西方社会,基本上都是基督教,而东方世界那是佛教,而且很多国家的宗教信仰,还会根据国家状况的不同而发生改变。 例如以前的佛教国家,转变成基督教国家,而基督教国家,转变成伊斯兰教国家,而宗教的改变,多数那是推动国家的发展,但是对于伊斯兰教来说,这不是这样。 我们看到被穆斯林化的国家,国家都出现了倒退,以及国力的衰落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从宗教发展来看,伊斯兰教那是扩展最快的,伊斯兰教从七世纪开始,以中东为基地,扩展到了全世界,而伊斯兰的扩张,也伴随着文明的衰落。 古代强盛的埃及文明,两核文明,还有希腊文明,在被伊斯兰征服后,都出现了倒退,国力衰落。 即使到现在,二战后被伊斯兰化的国家,都无例外地出现国家倒退衰落。 如科索沃,如科特迪瓦,如黎巴嫩,如阿尔巴尼亚等国,都是如此。 那么很多人不明白,为何穆斯林化的国家,在国力方面为何迅速地恶化,为何都迅速衰弱呢? 其实主要是三点。 第一,夺权的战争。 在穆斯林化的国家中,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穆斯林向本地民族夺权的战争。 因为人口占比不断增多的穆斯林,必然寻求在国家的统治地位,而实现统治地位最有效的手段,那就是直接的武装战争。 福黎巴嫩的内战,科特迪瓦的内战,科索沃的战争都是如此。 而战争那是最具破坏力的,一旦爆发,对于国力的损伤那是到了极点的,所以能不衰弱吗? 第二,夺权后的内斗。 在穆斯林夺权的过程中,穆斯林各教派,那是能够团结一致的,毕竟针对异教徒,相对来说,穆斯林一家亲。 但是,一旦夺权成功了,那么,第一个问题就是内部的争斗了。 因为穆斯林分成什叶派和逊尼派,相互朝杀千年,而什叶派和逊尼派又分为无数宗教派别。 这些派别相互看不惯,因此,相互征战杀戮。 因此,夺权后的国家更加混乱,这也是现在科特迪瓦国内穆斯林夺权后,但是国家还是持续动荡的原因了。 第三,穆斯林不会搞经济。 我们看到伊斯兰教是世界最封闭的宗教,用千年前的那一套来管理人、教育人,严重禁锢思想。 因此,穆斯林国家很少有科学家,而且甚至技术人才都很少。 这一点,使得穆斯林国家发展经济很是困难。 如果不是一些国家有石油,恐怕到现在,穆斯林世界都是穷光弹,世界最穷困的地区了。 所以,一旦穆斯林化,这些国家就惨了,没办法发展,只能是越来越差了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。 更多精彩请关注,还原历史真相。 参考文献,伊斯兰历史与伊斯兰文化百科全书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